主料,冰冻鸡翅之间食物质,辅料,汤脚,桂皮,草果,花脚,香叶,红枣,干辣椒,大葱,蒜,姜,白糖,美极鲜,盐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鸡翅自然解冻后焯热水,进入冷水后逼干放一边,在卤料锅里注入三倍的水量逼干,中火蒙20分钟出卤料味,倒入沥水后的鸡翅, 加入荒酒一汤勺,鸡翅将熟食,倒入盐,一点白糖一方炒色时加糖会太甜,美极鲜调味,生鸡翅,过滤乳鸡翅汤,锅内倒油烧至五成热,加白糖两汤匙,锅铲血素滑开白糖,待糖色变深,从油锅周围淋入乳鸡翅汤,锅内大泡变小泡时倒入鸡翅,炒匀糖色,最后再鸡翅表面散成芝麻, 烹饭技巧,这样烧出的鸡翅虽不如烧烤的味道浓,辣,进口好,但丁煮是鸡肉吃法中较好的一种,尤其是主鸡翅,能将鸡翅中所含有的丰富的维生素A,B,甲,那等人体所需成饭的营养充分释放到汤里,更利于人体吸收,烹调是把肉食, 因鸡翅,烂火烧煮,才能发出香浓的味道,而成芝麻等有效的成分,也必须一长时间烧煮才可融化,即使看起来没有多少肉,也没多大价值,但是在软骨或骨头中,可摄取动物胶的结合组织,是含有大量的成芝麻及弹性蛋白的。 对于确管皮肤及内造剖剧效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